太神奇了,狼猪居然真的惨宰了 我去真多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奇发 很多粉丝包括我在内 我们苦苦等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终于,这只狼猪的球今天它破了 也就是说它繁殖出了下一代 在我养的所有宠物当中 这只狼猪是第一个繁殖出下一代的 所以发发希望看到这条视频的朋友们 每人能点上一个赞 就当你们随理了 这只狼猪的球是昨天夜里破的 所以很遗憾,我没有拍到它破球的瞬间 我今天看到它的时候真的很惊讶 它的背上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蜘蛛 所以提示一下,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 请谨慎观看 想到前两天我们还在说 这个狼猪快要破球了 因为它在支它的庇护所 没想到这么快,它的球就全部破了 这个小蜘蛛呢,特别特别小 贼小,但是很好看 我们很多朋友应该都见过蝎子产卵的时候 它把它那个小蝎子全部背在背上 没想到这个蜘蛛啊 也会把它的这些子孙 这些后代背在自己的背上 这个旁边好像遗漏了 刚才我发现有一只 但是基本上全部在它的肚子上 就是在它后背上面趴着呢 所以呢,现在问题来了 我很担心我爬蟲盒上面钻到这个小孔 这个小蜘蛛能从里面爬出来 但是目前我没有发现有蜘蛛外逃的现象 我现在真的有点手足无措 你们知道吧 第一,这么多的小蜘蛛 我要怎么喂 我该喂什么 还是这只狼猪它自己会捕虜它们 第二,这么多蜘蛛 跑了怎么办 就算不跑,长大了怎么办 你开玩笑 它这个背上我不说多吧 至少也有一个一百只上下的样子 所以我想咨询一下 我附近有没有想养爬虫的 或者直接想养这种狼猪的 来,我送给你们这些小蜘蛛 你们哪会去养去 还有你们一直在说 我养的捕鸟猪太小 今天就让你们看一下 什么叫没有对比 你就不知道它有多帅 看到吗 这边是狼猪 这边是捕鸟猪 我现在把镜头拉到最近 放到最近的位置 让你们看戏了 这个是捕鸟猪 小是确实小 没有我指甲该大 但是有了狼猪产的这些小蜘蛛以后 看清了吧 看不清的 看不清的就扣个六算了 过去 它现在是 喂,小心一点 它现在是出于哺乳期 它背上背的有它的孩子 所以现在真的惹不起它 我把镜头拉到最清楚的位置 我得小心一点 这会还不能给它来硬的 动静还不能太大 动静太大了 它肯定紫禁得跑 这样,你看 好,这样清楚了 就这样 终于对上焦了 太小了 我觉得 你看 在这里看这个 然后你再来看我这是捕鸟猪 我捕鸟猪呢 在这里 在那里看我这是捕鸟猪 顾搭了吧 再回来 诶,哪去了 在这里 再回来 同样的距离 你们 哪位大神来 哪位大神 现在你们能数清楚 这只狼猪背上背了多少小蜘蛛 你们只能看到背上的 头上的 盒子里面还有一点 然后 它后面 屁股后面都是 打跑了 它屁股后面全部是密密麻麻的小蜘蛛 真的 太多了 这些蜘蛛 我如果都养大了 还得了 我家全盘丝洞了 比较可惜的就是 幽灵螳螂现在不在了 如果幽灵螳螂还在的话 它们这么一对比 幽灵螳螂现在也成大哥了 言归正传 我们现在 这个狼猪已经把这个球破了 已经产出来这个小蜘蛛了 我们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这个小蜘蛛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把它 健健康康的养大 养成大蜘蛛 还有的个问题就是 养大了 我得怎么整 屏幕前的各位大神 出出主意吧 我们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在点赞 订阅时代 请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